火光濃煙直竄天際 基伏水利發電站的水壩 遭俄羅斯飛彈命中 引發外界擔憂 一旦水壩被摧毀潰堤 三十七億噸的儲水涌出 首都基伏可能幾小時內就被淹沒 下游數百萬條人命恐怕不保 俄羅斯二十六日 針對烏克蘭全境發動開戰至今 最大規模空襲 祭出數以百計的無人機和飛彈 俄國軍方更發布影片展示打擊過程 除了水電站 還包括無人機生產基地 全都衝著烏克蘭軍工綜合體 以及關鍵能源設施 這波轟炸顯然是要報復 烏軍近期的跨境攻勢太淋漓 烏軍持續挺進俄國邊境的庫斯克地區 至今約三週 俄軍仍無法阻擋烏軍持續攻城掠地 面對空襲威脅民眾躲進基輔車站避難 高唱愛國歌曲 在危急時刻展現團結 烏克蘭總統 暫地新聞 柯亞涵報道 三地新聞 柯亞涵報道 熊瑰報道 暫地新聞 柯亞涵報道 暫習場 暫地也很快 暫地